日本的便利商店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的阿倫便利店要跟大家介紹 日本的便利商店是甚麼新奇的產品呢 像之前阿倫有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那個 日本便利商店所推出的一些炸雞類的東西 其實日本他們賣的那些熟食 便利商店他們賣的熟食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像是全家有那種 Farmy Chicken 那種一塊一塊的炸雞 這麼大塊的那種炸雞類的東西 然後最近阿倫去那個日本的全家Family Mart 看到了 他們現在推出了一個不一樣新的東西 是甚麼東西呢 像我們平常賣那種熟食類 他們都是那種一個櫃子 白色的櫃子 然後沒有放很多炸雞熱狗類的東西 那天阿倫去看的時候發現 他們旁邊多了一個新的櫃子 是甚麼呢 它上面寫在おそさい おそさい是甚麼意思呢 就代表是那種有點像是我們那種 吃飯所配的菜的那種東西 除了可以吃著完之外呢 你也可以買回去配飯吃 的一個那種新的一個機器 然後那個機器長的是甚麼樣呢 就長的像這樣子 有沒有這樣子 它是在我們平常賣熟食的旁邊 不過阿倫去過很多間不同的店 有些呢 那個CORNA呢 它是在原本的上面 小小的一排這樣子 然後今天阿倫要跟各位來介紹 甚麼樣的東西 就是阿倫在實際的去吃過他們最新的這個 おそさい 的這個CORNA裡面的其中一個叫做 CICKY STEAK 雞肉排 的一個東西 阿倫吃過這真的是驚為天人 真的是 說真的阿倫沒有在便利商店吃過 這麼好吃的那種雞排 雞肉排 然後阿倫呢剛才已經把它買回來 就在這邊 登登 現在目前這樣 因為它是都有幫我們把它裝起來 所以其實看不太出來是甚麼樣子 然後因為 平常我們在買的時候都會問說要不要微波 然後因為阿倫這次想說 買回家來要給大家看最熱騰騰的畫面 所以說那時候在買的時候阿倫就心想要講不要微波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就把它拿出來 實際微波了之後再給大家來看看吧 好走 我們現在去微波吧 好我們先來微波一下 我們現在就把它拿出來看看吧 將將有沒有它整個超級漂亮 它那種油花 分布的感覺非常的厲害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切開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斷面長什麼樣子 好了 哇 有沒有 它的斷面呢也超級漂亮喔 好那我們馬上就來試吃看看吧 將將 對沒錯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 喔 它現在阿倫切開它旁邊的肉汁都開始這樣流出來 我們再給它看一下 有沒有大家可以看到它肉汁呢都已經流出來了 而且這樣晃的時候它超噗哩噗哩的感覺 是不是看起來真的超好吃阿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就來為大家來實際的吃吃看吧 口水都流出來了 いただきます 哇 哇 真的超級好吃 就是在加熱之後它那個肉汁這樣啵啵啵啵這樣流出來 真的超級棒的 而且它那個好像 它其實是有醃過 所以它其實你在吃的時候會有一股 有醃過的那種味道 好像有點 好像有一點那個 麻油雞 麻油雞的味道 他們不太會形容那種感覺 不過說真的它跟一般呢 一般呢便利商店所賣的那種炸雞的味道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同的檔次 真的 它裡面真的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阿倫說真的阿倫真的沒有吃過 在日本的便利商店吃過 這麼好吃的這種 炸雞類的東西 如果對於這張商品有興趣的人 阿倫是在日本的 Family Mart 也是全家便利商店所購買的 一塊呢再一塊呢是日幣220塊 它跟一般的那種炸雞 比起來是有一點偏貴的 不過呢說真的 它真的非常 非常好吃 它真的沒有吃過 你看大家現在看到它這種 很厚 而且它很厚 而且又有很多肉汁那種感覺 這真的是一般的那種炸雞是 沒有的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請務必要來日本的全家吃吃看喔 Chicken Steak 超好吃的 好那今天的阿倫便利店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Channel主要是跟大家介紹阿倫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那還有相當之間這種日本的便利商店呢 所會購買的一些產品的一些簡單的試吃跟分享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阿倫的頻道來追蹤阿倫Distro的影片資訊喔 那如果你已經是訂閱阿倫頻道的朋友們呢 請不要忘記按那個頻道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子阿倫在更新影片的時候呢 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還有呢這邊呢是阿倫的Facebook粉絲頁 跟阿倫的Instagram 有興趣的人歡迎追蹤一下阿倫喔 還有呢這兩邊是阿倫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全家便利商店新推出的雞肉真的是超好吃的